youtuber爱丽莎莎拥有百万粉丝订阅频道 常在社群平台发文与粉丝分享日常生活 她于去年底推出了自媒体线上课程 传设经营自媒体的技巧 至今已累计2万人报名上课 不过她课程定价及实际收入 一直都是外界关注焦点 给人传出她靠着开设线上自媒体课程 就入带破译员的消息 日前她到韩国说的旅游分享了很多不错的景点 不料引起部分网友不满 留言酸塌割完韭菜就出国吃喝玩乐 对此爱丽莎莎亲自回复表示 请就位网友去看她的课程评价 看是否有人觉得亏 否则就别再用割韭菜这个词 其他网友也纷纷留言力挺 表示爱丽莎莎在还没开课时 就不定时会出国 更有网友认为爱丽莎莎工作那么累 出国游玩休息也是应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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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